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 除了两国官员各自表述 两国自己的铁粉也在网络上互相为自己的立场精神喊话 但其实贸易战开打之后 双方都已经在某个程度上受伤了 只是看谁伤得比较重 谁又能够比对方撑得久一点而已 那现在我们要讲的是贸易战开打之后 直接被关税打得重伤的美国农民 自从去年双边贸易关税生效之后 短短的十个月里头 但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大豆产量 就直接下降了90%这么多 美国农民现在可以说是一片叫苦连天 那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一些农民甚至是濒临破产边缘 农民叫苦那等于特朗普的后院失火 因为美国农民呢 是特朗普当选总统的铁票仓 当初呢几乎就是靠着这些白人主义至上的农民选票 他才可以当上总统的 那总统选举明年的11月份就要举行了 眼看农民怨声载道 特朗普哪有可能不紧张呢 所以必须要赶紧在损失扩大之前 给农民来大派糖果 贸易战开打之后 特朗普特别向中国作出威胁 要中国最好还是继续购买美国农产品 为了讨好农民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还在推特上表明 爱国的农民才是中美贸易中最大的受益者 至于农民会怎么从中受益 他则没有进一步说明 不过来到昨天 他在白宫却突然宣布 政府将发放160亿的农业补贴计划 弥补农民在过去十个月 在中美贸易战的损失 虽然特朗普是达出补贴计划 希望可以减轻农富们的负担 但是依然有农民希望 能够恢复昔日的自由贸易 毕竟补贴并不是一个领域长远的生存之道 这已经是特朗普政府自去年贸易战开打以来 第二次为农民提供援助 至于补贴计划能够撑得了多久 那还是一个未知数 特朗普第二次大派糖果给农民 原因很简单 中国家的关税 美国的农产品像是大量出口 中国的黄豆和猪肉 现在都卖不出去了 美国农业部甚至预计 今年农产品出口量将会至少减少20亿美元 我们不要有错误的概念 和开发中国家不同的是 美国农民其实大多数都算是有钱人 他们有着自己的组织和工会 对美国政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美国要投入农业 是要投资很大的 因为他们一次播种呢 就是一亿生产下去种 收成是准备出口到全世界去的 其中中国就是他们的最大市场 可是现在呢 中美贸易战开打了 如果他们现在种的农产品卖不出去 要怎么办呢 虽然美国政府已经给他们补贴 但是他们对补贴其实真的没有多大的兴趣 毕竟这是拐杖呀 他们眼光是放得比较远的 他们更注重的是销售市场 因为农业是一个非常脆弱的行业 没有办法长期承受这么多的不确定性 毕竟除了靠天气 他们也希望收成有人买 可是现在眼巴巴看着政府自断财路 有农民就抱怨 就算给出更多的补贴也是于事无补的 因为除了刚刚提到的大豆 养猪的农民也几乎都是特朗普的铁粉 上届大选在特朗普赢得的选举的州属呢 就包括了爱荷华州 印第安纳州 俄亥俄州等等 出口大豆和猪肉就是这些州属的主要经济支柱 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前 美国猪肉的第二大出口市场 就是中国和香港 那如果贸易战持续下去 中国对美国进口的大豆和猪肉征收重关税 这对特朗普来说可真的是大事不妙了 一般来说呢 科技产品是可以被替代的 可是农产品这些吃的 要怎么样去找替代方案呢 现在农民 美国农民是大出血 那距离美国下届总统大选 只剩下一年多的时间了 特朗普已经开始为自己铺路 寻求连任 他肯定不敢拿自己的农民大票仓做赌注 压在这次的中美贸易战上 而中国向美国农民开刀 正好就击中了特朗普的其中一个要害 所以中美贸易战 特朗普他是比谁都还要心急 要尽早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